作曲 李宗盛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最近的主持人宜佩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要跟大家聊一整集的 恰恰彭正敏 这一位呢 在台湾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球星 其实在 选在他41岁 今年41岁 然后呢 为他职棒生涯 19年的生涯 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那么呢 恰恰彭正敏 在生涯隐退一室 因为之前已经办过 隐退一室了 那23号背号 将跟着一起退休 那其实大家也很好奇 关心说 彭正敏加入职棒之后 他选择23号球衣嘛 那19年来 缔造了中职的 23号传奇 那对于之后呢 恰恰如果要 转任教练之后 大家也很关心说 他是不是会 沿用此背号呢 其实恰恰 在隐退的记者会 就说了 其实23号的背号 是属于球员的时代 教练时期呢 就会以其他的背号 再创造自己的故事了 那么球团呢 这个中信兄弟球团 明年哦 将在球场上 放上1比1的 恰恰热高人偶 然后呢 就说明年开季的时候 就可以看得到 那由于 大家都很好奇说 那之前为什么 没有在隐退仪式的时候 要送给恰恰 因为这个1比1的 乐高制作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赶不上 在隐退仪式 送给恰哥 所以呢 球团就先送上了 拼贴的画像 让恰恰 可以自己留作纪念 不过球迷朋友呢 可以期待一下 明年开赛的时候 开季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1比1的乐高人偶 诶 其实我还蛮想看看 1比1的乐高人偶 做出来不知道 是什么感觉 球迷可以期待一下了 好的 当然在今天 我们以恰恰作为开场 我们要聊一整集的恰恰 最近在房间 有看到一本书 叫做证明自己 是恰恰的自转 那转写的人呢 是我以前 在未来体育台的同事 也是好朋友 简正光 今天小光要来节目现场 要跟大家披露一下 恰恰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都在这本书里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11月2号 星期六的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的 我们刚刚一开始 就已经讲了 今天整集的节目呢 就是要向我偶像致敬 因为我之前 在当体育主播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喜欢 这位球员 就是恰恰彭正敏 那各位象迷们 无论你是不是象迷 我觉得全台湾的球迷 甚至于 现在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 也知道说恰恰退休的消息 那 我觉得这个人啊 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 然后最近 在坊间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一本书 就是恰恰 站得很帅 然后上面写证明自己 这本书的确非常好看 然后呢 帮恰恰撰写代笔 这本书的人呢 是我以前在 我来体育台的前同事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可以访问到他 他真的很开心 我们欢迎 简正光 小光 宜沛 好久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光 我们真的超久没见的 好久了 大概三四年 四年以上应该有 如果你没有写这本书 我还真的没有机会 就是在哪里可以遇见你 因为你知道小光 也都一直忙在播球赛 什么的 对 因为最近就是 后来变freelancer之后 大部分都在播球赛 所以有时候可能时间上 也比较日夜颠倒 而且比较不会去 太接触到其他的人 对 你不会去采访什么的 所以是 比较不会遇到 对 有时宜沛 现在太忙了 不不不不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我真的很想要遇 太棒了 就是有机会可以 多见见大家 大家老同事相聚 对 可是其实哦 我知道说这一本 恰恰这本书啊 它算是一本 它个人的自传 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是带 帮它代币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 接下这样子的重担 你知道恰恰迷 实在是 很恐怖很多 对 所以我一开始 接这个任务的时候 其实压力超级无敌大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 这个任务竟然 这个重担竟然绕在 我的头上 因为本来一开始 它不是一开始 它自己来接触的 但是现在有经纪人了 因为它生涯的后半段 才开始有经纪人 所以是经纪公司先来 跟我讲的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跟经纪人 也认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说 诶那个有个 关于恰哥的事情 要跟你讲一下 聊一下 我就说哦好 就晚上等碰面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它是想说要找我 可能主持 彭正明 就是恰恰 它可能引社国 对任何一个part 或者是 也可能不一定是仪式 或者是其中的 某一项的部分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最后 他讲了说 可不可以帮他写字专 我整个当下就 哇 这个任务怎么会 对怎么会是我 因为想说 毕竟我们以前是电子媒体 也不是平面的媒体 我就想说 不是平面媒体 其实差很多 因为平面媒体会有很多时间 跟球员很细聊 可以聊很久 对 对然后我们自己 又是电子的出身 那你说 也许以前可能采访也好 或者是自己对于一些 运动的相关的东西 想说会写一些文章 什么放部落格之类的 但是真的完全不同 因为写错一本书 就觉得哇 好像要上万字 搞不好比你自己写论文 还要多字 对 压力其实很大很大 更何况就像宜佩讲的 他就是一个国民求行 是 一个这么众所爱戴的球员 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很担心自己会没有写好 嗯 所以一开始我其实没有让太多人知道说我在写他的自传 应该包括连我自己的家人在内 不出十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连媒体朋友大概也都不太晓得 是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慢慢的把它写完之后 反正等到时候就是要公诸于世的时候 就是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就是写好了 那当然我还是会尽自己的能力把它写到最好 但是能不能达到他心中或者是球迷心中那个感觉 那就是反正输出来了大家就会知道 我必须说 因为我也算是恰恰迷 因为我们以前在当体育主播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真心很nice 然后很亲切 没有价值 表现又很优秀 然后不会让你觉得说他这个人很高傲 就是他就是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谁到底谁会不喜欢恰恰呢 没有人不喜欢他 但是我那时候我们家制作人就在说 最近恰恰有一本自转 然后就拿给我看 我看到书的时候他拿给我说 就想说简正光 不是我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他去采访恰恰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但是你后来有从经纪人 他经纪人得知说 是恰恰说要你帮他写吗 对 我很想知道那个缘由是 缘由就是 他就是希望一个他信任 然后觉得能够熟悉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人 来帮他撰写他的自转 对 然后我想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现在工作 自己的时间比较好掌握 也比较弹性 没有说在任何一家电视台 对 有工作这样被绑住 所以我的时间上应该也比较弹性 比较好运用 所以就从前辈们手上 后来就等于 因为前辈们也许有些可能会有自己的工作时间 没有办法来帮他撰写这本自转 那最后他可能想想 也许我的时间上也比较自由一些 然后对他也有一部分的熟悉跟了解 所以他可能也是信任我吧 我当然也是蛮感谢他的信任 然后让我有机会 也算是挑战自我吧 因为这一个这个任务 我想我可能人生从来没有规划过 清单中完全没有这一项 不过我看到了这个书的后半段 我才知道说原来你们这个狮子会 已经办了很久 跟大家讲讲这个狮子会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 小光为什么会跟恰恰 其实算蛮熟的 你有跟他好多的合照 原来你们有秘密组成了一个狮子会 Wall we don't know 因为我就不是狮子 你讲一下你讲一下 其实因为这个组织 不是一般旁间 感觉好像是什么邪教组织 不不不一般是狮子会 可能大家都会想说 是不是那个社福团体 对对对不是哦 那其实不是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 七月底八月生的狮子座的人 对那包括那时候 可能有一些像是我是媒体 然后他是球员 那有一些就是资深的一些 前辈们一起 蓝宗彪那个学长 前辈学长也是狮子座的哦 对他是七月底的 我就是因为看到照片我才知道 哇原来这个体育圈有好多狮子座的 对然后因为还有当时联盟的一些同仁 他们也是狮子座 所以一开始其实他们就是 恰恰还是很菜的时候 但他因为成绩不太好 所以他就会三不五十 跑去联盟跟那些大哥们聊天 所以后来聊着聊着 他们在一次吃饭聚会当中就发现 怎么整桌大概有一半以上 统统都是狮子座 后来狮子会就这样形成了 对那我后来也是 当时候一开始 我是还在制作棒球周报那个节目 是后来 03年的时候才转到记者那边 那后来当然因为 开始做棒球周报的时候 他们刚好是二代相 正要准备要三连霸的时期 所以就变得跟他们越来越熟 因为成绩好的球队 肯定是节目制作会 越去采访的队伍 所以当时候就已经跟 二代相的球员就比较熟了 那后来又被前辈们 带去参与诗子会 因为我也刚好是诗子座 所以就变得跟恰恰就越来越熟悉 大概原由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 这个任务呢就也掉到我的头上 因为我也是诗子座里面 算是诗子会里面最菜笔巴的那一个 是 了解 对 可是我其实还蛮好奇 你在帮恰恰写这本自传之前 你对她认识大概程度 如果以一到十 你对她认识的程度 因为其实你里面写了 好多我们只知道表面的事 但是在你里面 披露了很多很detail的内容 就是我们可能知道某一些事件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原来背后是这样 那你在采访她之前 你对她认识很多吗 很深吗 还是说其实后来采访她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她有很多不忍论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透过再次的采访 你会对这个人的个性上又更加的了解 甚至是一些事情 就像我们可能大家比较众所熟知的变电箱事件好了 对 大家可能知道她垂了那个变电箱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本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才慢慢让她去聊出来 然后让她去回忆一些事情 甚至后面在发生变电箱事件之后 还有一些更好笑更有趣的事情 没错我看到变电箱我整个大笑 这是恰恰大家都知道 恰恰过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也是造成她的手伤 也是她心里的一个很大的伤痛 但是小光你想讲 就是你的书的内容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说 你看这本书你买这本书 你真的可以知道很多恰恰她真的不知 就是不知道的小秘密 来来来 为什么原本其实不会是那个变电箱 原本应该是垃圾桶 对之类的 来来来来讲一下这段 这段很有趣 因为她其实本来 我觉得球员难免在场上会有低潮高低起落的时候 当然也会有自己觉得自己应该要打好 或者是应该要身为球队领导者的一个身份的时候 应该要带领整个球队要有更好的成绩的时候 但自己偏偏就是打不好 那就会很低潮 就会想要发泄 我觉得任何一项运动的球员 我相信宜佩以前采访的时候也知道 也许看到网球的比赛 大满贯的比赛 选手在那边摔拍子 摔拍子 其实她也是类似这样 就是想要发泄一下 所以她那天可能原本只是想要 踢个垃圾桶发泄 只是因为刚好垃圾桶的前面 又有做了队友在 而且还做了两个队友包围那个垃圾桶 害她没有办法去朝那个垃圾桶发泄 对 宜佩真很认真在看这本书 那就是她 这也是展现她贴心的一面 因为她就是很担心会去 吓到别人 或是影响到别人 所以她后来想 那就饶了垃圾桶一命 那后来等到她要准备进休息室的时候 刚好看到便电箱 只是也蛮有趣的 我也是透过在跟她整个聊的过程当中 来发现 原来整个台湾就只有 那个便电箱是铁的不是铝的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嘉义棒球场 全台湾的所有的球场的便电箱 其实都是铝做的 只有在嘉义棒球场的那个便电箱是 扎扎实实是铁做的 铁制的 所以恰并不知道 恰恰是想说我要来发现 然后就捶便电箱 对 因为她觉得她本来应该过去 可能都是她捶东西东西坏掉 就像她小时候 就像她小时候 就像她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白目的破坏王 她可能在教室就踢个桌子 但她可能也没有想到 要去破坏这个东西 但她就是力大无比吧 神童吗 我也不知道 总之她就是莫名其妙的 会把东西给破坏掉 那她可能之前在那次面对便电箱的时候 也许也是想说便电箱会被她打凹吧 她也以为正常情况下便电箱应该是被她打凹的 就没想到结果自己的手断掉了 对啊 坏掉了 影响其实蛮多的 也许就像最近球迷可能会常常讨论 就是她如果没有便电箱事件的话 她的记录也许会更加的难以突破 恰恰障碍也许更多 对 不过这都是事后话 这也都是一个 每个人人生都会必经的一个高低起落的过程 那也酸甜苦辣都会有 这也是她人生的一部分 那现在走过来我想这些很苦涩的东西 到现在也许想起来遗憾一定会有 但它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它应该也还是蛮天美的吧 而且我觉得小光在写这本恰恰自传的时候 我觉得你分 我觉得这本书的编排很棒 因为它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 然后可能是一个事件 然后或者是说儿时时期 然后进入职棒的时期 然后打国际赛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阅读起来是很容易的 那当中哦 其实恰恰你说它在台湾受了这么多人的爱戴 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它 可是其实它也有 我跟你讲身为一个球员 一定有人生的高低起落 而且他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是他们自己要克服自己身体的障碍 我其实在中间看到有一部分你在写说 原来它的髋关节跟它的足底筋膜炎是这么的严重 我们并不知道 你跟大家讲讲这个部分 我其实本来也不知道它的伤势 我不晓得耶 对 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 对 那会去跟它聊到这部分是因为这几年 因为其实它在生涯后期 被很多的球迷 有 或者是现在也有很多网 不然PTT真的很过分 就是说它在慢慢跑什么的 慢慢走 我一开始就想说 嗯好 那我们是不是用这个点来切入当第一个章节之类的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聊的时候 这个整个书的纲目什么都还没有出来 第一次聊的时候 所以原本有设定这个部分 然后就想说好吧先让它聊 就是想说第一章 第一个篇章就让大家可以 吸引大家的目光 投入到这本书里面 但最后的编排 我是把它改掉 把它放到受伤的那一部分去 对 因为有觉得更吸引人的 就是什么连棒球都不知道的 小男孩那边开始 那受伤的部分其实 因为我也是不经意的去了解到 原来他的伤势这么这么的严重 那本来只是想要让他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慢跑的原因 当然他不是一个会主动去解释这些人 实在聊的过程中有时候他会说 这别说啊 反正他因为常常有时候就讲台语了 不要讲了 或者是在讲这样感觉好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 我好能想象他讲这些话的表情 这就是他会讲的话 对 他不想让大家担心也觉得说 这样会不会不好 然后讲出来的话是不是 好像在讨拍之类他不喜欢 或者是说我们是想要去解释过去 为什么会这样他不喜欢这样 对他不是这样的个性的人 那当然就是我就说没关系 你就是先讲我们在看用什么角度 去切入去写 那最后发现原来 大家后来也 因为看过这本书之后慢慢的了解到他 为什么生涯后期要这样子的方式在球场上奋战 因为确实是会有很多的没有办法 对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 比如说这个伤势真的很严重 而且是严重到他就是每天最难受的时候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要下床的第一步 他那个下床脚是很痛很痛 那我们也曾经 因为我跟他和经纪人三个人 有开了一个line的群组 那我们有曾经有一次就是 早上起来发现 这个人怎么半夜两三点在传讯 因为他的整个脚痛到睡不着觉 然后我们就说那你没有按摩一下 或者是他们选手常会有一些按摩枪什么的 那其实会有一些帮助 也许会减缓他的疼痛 但他说他那一天什么方式都尝试了 但就是还是痛 所以那一天他就是半夜有留一个留言给我们 就是讨论一些事情 他就是半夜才留言 那我们也蛮震惊的 我也是到那一次才想 真的要成为一个这么成功的球员 很不容易 他真的下了非常多的苦心 因为毕竟他也不是天才型的选手 对就像包括他过去接受 自买生教练他们指导的时候 指导了他们两兄弟 确实弟弟彭正兴是一个天才型的 那他是不是天才型的球员 因为教练其实看多了 会知道选手是属于哪种天分型的选手 但他不是有天分天才的球员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努力扎实 然后也许人家练十时他可能半夜跑去练了一百次的那种选手 可是你看小光在写恰恰这一段的时候 我原本以为恰恰从小就是一个很认真的选手 结果原来不是耶 就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 再来就是你知道他长得身高也比别人慢很多 我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一个过程 他其实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才觉得说他是不是自己要认真打棒球的事情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人生突然醒悟的点吧 就是好像被打开了开关被打开了 开关他也是那一开始他可能觉得反正就傻傻的跟着一起练跟着一起玩 等到真的要被淘汰要被淘汰第一次 也许爸爸妈妈又去跟教练讲一讲聊一聊 还是让他继续打棒球 等他自己真的开关打开就发现他就是想要跟别人一样 但他的个性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他不是想要去当第一名 想要去超越别人不是 他只是想说我看能不能跟你一样 这么棒就好了 对那我觉得他也确实就朝着这个目标 一步一步的在就是证明自己说我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那我可以跟别人一样好 那做到这一点我想我就不错了 那他就去努力去加强他的部分 最后他确实也成功了 好其实我觉得这一本书啊 我其实是利用在工作时间然后再看 然后我把它看完 我必须跟大家说这本书非常值得印 因为你看了之后你会欲罢不能 你就是一直很想要知道那有什么内幕 为什么我们了解恰恰这么少呢 可是在这里你真的可以完整了解到他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再来请教一下小光 里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 譬如说站在投手球上 因为恰恰是打击者的他并不是投手 但是在投手球上的时候 譬如说他自己是队长 或是叫暂停的时候 他们走过去投手球 到底都在跟投手说些什么事呢 哇这超有趣的好可爱 广告之后来请教小光 好 青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哦哦哦哦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1月2号星期六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UB 有够经营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简正光小光 小光帮彭正敏恰恰带笔 写了这本自传叫证明自己 好 里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譬如说我们先来聊一聊 北京奥运 北京奥运那个棒球赛的时候 听说那个选手的床啊 蛮特别的是不是 因为对他们这些身材高大的球员 他们又不是体操的 体操可能150几 160几 但他们不是 他们就是动着180几 甚至可能篮球员是200以上的 但那床就是一般标准 可能170 180左右的床 所以其实彭志明他们 恰恰他们去奥运 或者是这种大型赛会 尤其是选手村 选手村可能 最近的一些大型赛会的选手村 设计就是之后 可能就会让一般的民众 去购买 变成类似国宅的概念 对包括像是北京奥运也好 或者是后来像是其他的一些伦敦奥运也好 都是一样 所以他都会盖得有点像公寓室 那房间也不是那么那么的大 我们那时候去参访过也是一样 所以床 其实老实讲连我看到我都觉得蛮小的 更何况是这些这么大张的选手 可是我原本以为应该会为这些选手设计他们的床 没有没有 所以还是不管你是身高150的选手 或是身高200的选手 他的床就是这么大 他也不会为了加场 没有啊 可是因为恰恰他毕竟是球队老大哥嘛 他是不是有去跟主办单位争取 或是有反应这件事 然后呢 但是 比如说北京奥运的时候就好了 蛮有趣的 就是那些志工我觉得反应也蛮好的 我觉得他们也许也可以朝着演艺圈来发展嘛 对很有梗 反应太好了 他就说我们姚明也是 也是睡这种床啊 就是膝盖这样往下伸 然后膝盖放地上就这样睡啦 那后来掐起来只好摸着鼻子说 那姚明都这样 那也只好这样了 不管是真的假 对方可以讲出来 那恰恰的个性也是蛮有趣的 他就觉得你讲得出来 好吧那我就信你了 可能就真的有这件事了吧 嗯 不过我想北京奥运应该 姚明是回家睡觉吧 对啊 他干嘛睡在那里啊 他不是回家睡不是比较好啊 对啊 对啊 所以他只好摸摸鼻子 他只好脚痛出去睡觉 就这样睡了半个 也不知道人家Lavron James也是睡这样 他这样回答 他就是有一半的脚都在外面啦 对 就是你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 没错 就是蛮有趣的 嗯嗯嗯 然后里面你还有写到说 其实恰恰也历经了 最多人关注的 呃国际赛 对 也历经了最少人关注的国际赛 嗯 讲讲这一段 我觉得那部分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 大家可能都会想说 呃 08呢那次奥运 嗯 或者是之后的 呃 04的那时候的奥运 其实都蛮可惜的 那对他来讲 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他整个生涯 我们也是到采访过程当中发现 欸真的他都每一次都跟金牌擦审的过 他就是一个没有金牌员的选手 对耶 包括呃我们可能2010的亚运可以拿金牌的时候 他又刚好因为受伤的关系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参赛 嗯 所以 其实 嗯 他就是一个没有金牌命的人吧 可以这么说 那啊 中华队其实因为他确实有那样的伸手跟球技 那也进到了国家队里头 但是在国家队其实也历经了不少的事情啦 其实 那在被看好跟不看好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会有心理的转折 再加上不被看好的那一个 其实我觉得 欸没想到他会 是八抢三吗 对八抢三的那一批 对嘛 那八抢三的那一批其实 他已经慢慢的变成正中 算比较中身代 甚至是已经是大哥级的选手 要带领的选手 其实都跟他差了 也许有一轮 甚至一轮以上了的选手 所以他的感触会比较深刻 然后再加上 原本一开始因为 那一个球队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多人关注 因为选手太多小将了 嗯 包括可能那时候还没有成名的 林哲轩 高国辉 对 蒋志弦之类的 这些其实都在国内 也许在国外是在小联盟打拼没错 但是在国内也许名气没有 甚至没有中华职棒的球员 来得这么的响亮 那那年参赛的中华职棒球员又比较少 所以再加上金峰也在受伤 金峰也在受伤的情况之下 变成恰恰算是正中也比较老大哥级了 那会看到其实变成媒体很少来采访 他就会觉得关注度少了 但是大家反而会更有那个企图心 想要打出好的表现 就想又再证明自己了 所有人都想要证明自己说 其实他们并没有像大家看到的那么糟糕 那我觉得这也是运动员 一个好的运动员必须要有的心态吧 你才可以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呈现出来 更何况是在国人面前打的比赛 所以我觉得那一批选手 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希望把最好的一面都呈现给国内的球迷 然后他们也做到了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恰恰在他自己的球员生涯当中 其实也常常会有人问他说 那你的身手这么好 那你的关注度也很高 那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球员就是旅外去了 可是很多人就在问恰恰说 那到底为什么你没有去国外 你其实讲到他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他是没有金牌命的选手 虽然他的身手这么好 但是金牌就是跟他擦身有过 第二个他是一个没有旅外命的选手 哦真的 对其实是有一些事件的对不对 原因 因为他每次大概有可以旅外机会的时候 都刚好就碰到受伤 包括像去最初开始在轻棒时期 然后去国外打那个IBA的比赛 打了拳雷打 那国外的一些球探就开始关注他 但是等他隔年再去 人家真的想要来询问这名选手的时候 他刚好高三那年要毕业 又受到伤了 所以他整个手是包起来 他说他整个前手臂是打上石膏的 那这一段我们其实在书上只是带过 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说 他打上石膏 他一直没有去开刀 等到回来之后 要自营到河库城棒之前 他才去开刀处理那个时候 因为在比赛去国际赛之前 他根本来不及 所以都是去给那种国术馆 然后狗那种膏药 对 那其实真的也蛮辛苦 那包括那一次之外 其实后来陆续也有几次可以旅外的机会 但是他都刚好因为受伤错过 对 最有机会的那一次应该就是 郭总原本想要引荐他到日本职报 因为那时候是谁 林恩宇 林恩宇跟林英杰 林英杰都在日本嘛 对 那原本也想说 透过这个管道看能不能出去 其实他也一直 有想法说 欸也许可以出去看看 但是当然碍于 过去整个环境跟规章制度 也不是那么那么的完善 所以 他也不希望是用一种逃脱的方式出去 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渊柔 他就正派 很正派 对 就是非常正派的一个人 然后也不想要造成所有人的困扰 也希望跟大家都可以保持 OK的关系这样子 不要有什么摩擦的人 对 所以 他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 一方面因为受伤的关系 没有 我觉得是老天也在眷顾 真的 我们台湾就是要时时刻刻 可以看到恰恰 所以就是用尽了各种方法 把他留在国内 他就是没有去国外 对 可是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球员 在球场上的表现啊 都会觉得说啊 无论他们表现好或是不好 就是我们只有看到的是表面 没错 可是其实我觉得小光在帮恰恰写这本自传的时候 写了很多很多内心层面的事情 嗯 嗯 嗯 我还蛮喜欢 叶俊章讲的 嗯 的先败讲的一句话 对 他跟恰恰讲了说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不重要 没错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句话我觉得好能够把 用在每一个人的人生 对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恰恰在讲 军中要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 我在聊的当下 我也自己觉得很震撼很受用 我好喜欢那句话 因为我们是 常常都会觉得 啊 自己是不是会不够好 嗯 自己是不是会做不到 但其实 每个人他都有无限的潜能 那你就是要相信自己 去证明自己做得到 那这句话确实 我觉得影响他也蛮深刻的 也许当下的情境 他可能没有办法马上体会 但是事后因为经过一些人生的 历练历程之后 他就越来越能够了解到 这个话的重要性 但是军中会跟他讲 这个话是什么事件 哦 应该就是职棒在比较 低迷的那段时间 那当然那一个时刻 因为他们可能二代相 有些球员 因为一些因素也许离队了 那有些可能因为受伤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正常的出赛了 那他其实 呃 也许是做吧 我不知道 或者是他觉得他已经是球队 算是 已经是大哥级的选手 所以他必须要整个扛起 球队的重担 所以他一直觉得 我一定要打最好 我一定要带领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太重了 所以那时候刚好 叶君章到了 兄弟相去 嗯 所以那段时间 他们有时候会聊天 而且 文君章先败 其实是一个 非常 有思想 思考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我跟你讲 我们平常在球场上 采访球员哦 叶君章是我最爱 采访球员之一 嗯 因为你采访他 你会听到他把你所有的条理 他头脑好清楚 对 非常清晰的一个人 讲话好有魅力 对 很厉害的一个人 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对 所以他才可以在棒球场上 单人捕手 是 这样子的球赛 整个穿着影线流传这么的好 那所以他当时候觉得发现 恰恰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 那时候他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觉得所有事情他 如果没有他 就什么好像都搞不定 但是棒球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他不用把自己 搞得压力这么大 也许稍微放轻松一点 反而可以有更好更好的表现 所以那时候 叶君章才会讲这句话 嗯 可是我觉得很感人 因为 对 你写了这段话 然后我每次要说 哦原来叶君章有讲了这段话 那这段话我觉得 他是跟恰恰讲 但我觉得听众朋友 你们可以自己放在心里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 人身上的挫折跟困难 所以你很多时候你是自己不放过自己 对 你觉得尽力就好 但是你不要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 对 对我觉得这段话 放在自己的心里提醒自己 其实书中有一些部分 包括恰恰 恰恰跟恰恰讲的一些话 我觉得换到其他人身上 也都会非常非常的受用 嗯 然后呢 再跟大家聊一聊 有趣的一些小小的故事 就说 因为你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 这段形容是 小光你形容 还是恰恰形容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在投手秋上的孤独与寂寞这件事情 嗯 这是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讲的吗 对 我觉得好可爱哦 因为我基本上我们在聊的过程中 我就是第一次聊完之后 把一些主题大概设定出来 然后在写的过程中 再慢慢开始 去修正我们的纲要跟书目 嗯 那这个部分是后来 他自己有提到的点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 呃就是我的传说的那个篇章里面去 那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讲的时候 都是照着他自己的口述 口说 然后我只是稍微再去 论识跟整理 因为毕竟有时候讲话 宜佩也采访过他 大家也知道他讲话有时候 真的会 一直在绕圈圈 对 或者是他可能会 想比较多 对 或者一方面 当然因为他是一个贴心的孩子 所以他会去想说 我讲的这些 会不会去造成别人的困扰之类的 那当然他 有时候会稍微顿叠一下 想一下什么的 嗯 那这部分 刚刚宜佩讲到说 投手求上的 对 那个真的是他自己的形容 嗯 所以很多书上 其实有一些形容 当然我会有认识过 但有一些部分确实是 他自己讲了什么 嗯 我们就是稍微修饰 有的甚至就直接 就是那句话出去 对 来来 他那他 恰恰通常走到投手求上 都跟投手说些什么 有什么 I don't care的啦 对 还有还有什么 就是讲 他们到底是 讲些 因为我们都很好奇 对 因为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收音 没有收音 没有收音 所以你只会看到他嘴巴 他们在murmur 可是我们都很好奇 想说 他们教练 到底在说什么 对 教练都去跟投手说什么 或是队长都去跟投手 叫暂停 都在跟投手说什么 我们很长的时候 都会在棒球比赛当中 看到一雷手 因为一雷手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是正宗的老大哥 那他们就会在比赛比较紧绷的时刻 上去投手 主要是为了要安抚一下投手的情绪 因为有时候可能投一投你就迷失掉了 因为现场确实有太多的球迷 那甚至说有时候那些对决他可能一方面也许他觉得他投进好球带了 可是裁判就是没给 因为角度也许不同吧 对 那他就会被受干扰 尤其是一些阳将对于好球带的认定 其实跟国内 我想可能因为亚洲人跟这种欧洲人 哪有 美国人身材不同 没有 我们才不是 我们平常看大联盟 我们也觉得 为什么那个裁判好球带一直飘来飘去 很多国际赛 我们不是也一直在骂吗 那是因为你自己心态问你 譬如说我们是中华队 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每个都给我 都是标准的 好球带不要给我飘来飘去 因为选手一定会想说 我投的就是好球啊 但是站在裁判的立场 也许因为裁判是亚洲人 也许裁判是因为他是美国人 他的身材上不太一样 他对于选手的好球带判断 也许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当然这种本来就是很主观的认定 所以棒球才会在那边奥运说 到底要不要是正式的项目 因为确实会有一些些 裁判主观认定的影响 真的是会有的 确实 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 投手很容易受到这些 外围的因素 干扰到他自己对于 比赛投球的专注度 所以他那时候 就会在感觉到 投手已经心态上 有一点点的乱掉的时候 他就觉得应该要稍微去 喊个暂停 一方面主要是让投手 喘口气 那他的方式就是 希望让投手可以 放轻松吧 所以他可能会去 尤其是对洋将 因为我们一般的选手 他可能英文不是那么那么的好 对 所以他在聊的过程中 我觉得切起来很可爱 他就是很不偿 他就是很真诚的说 我就用我有限的英文 去跟他做一些沟通 然后要他放轻松 那我就说 那你到底讲些什么呢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 就有一次 投手一直 murmur 一直 murmur 但是因为那个洋将 就念了一串的英文 其实念到他也听不懂 他说 I don't care 他只是想要表达说 没有我就是要你 你就好好投就好了 但是他就回了一个 I don't care 然后整个 那个洋将就傻住了 想说 你怎么会回这句 然后等经过翻译的解释之后 才发现 因为他恰恰不是恶意的 想要回这一句 说我不在乎啦 什么的 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想要你放松 后来等到他再一次 面对到这个投手上去投 又有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他上去就变成是洋将 自己先笑笑的跟他说 I don't care 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一段就是 他不讲我们不会知道的事情 对 对我们就是希望说这本书 因为他确实职棒十九年的历程 太多球迷一起经历过了 所以很多的事件 其实一般对于他很热爱 很熟悉的 恰明也好 向明也好 甚至是 因为他已经是跨越球队 翻例的一位国民球星 所以包括其他各队的球迷 对他也都非常的熟知 对 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希望他能够尽量去多讲一些 比较让人家原本不知道的故事 然后放在他的自传里面 当然有一些会是大家原本就已经知道的 可是知道的你也不能完全就不放 因为毕竟他是一本自传 他就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曾经出现过 那我们就是希望他把更细节的部分 把他写出来 包括像我们刚刚前面聊的编年乡事件 所以后来这本书的故事才会以这样的形态来呈现 我觉得其实蛮感人的 这本书很完整 从恰恰的儿少时期 然后一直到他职棒生涯画下句点 我相信这个23号的恰恰彭正明 会永远留在球迷的心中 而且我那天看到他隐退一次 我在哭到不行 对啊你也在现场吗 因为宇佩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我是一个超感性的人 你是超感性的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也认识这一名球迷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天哪就是看他一路这样子 然后他今年41岁了 他选择在他41岁的时候 画下他职棒生涯的句点 但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永远的句点 他应该以后也会在各种不同形式当中 就是存在大家的身边 我想他的生命中 大概已经完全没办法脱离棒球 这个事业跟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就算退下选手的身份 他应该还是会以另类的方式 或者是身份再回到球场上来 跟大家见面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呢 这一本证明自己恰恰的自转 请大家各位 无论你是不是球迷 我觉得你看了这本书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 因为里面有很多 也许是你人生当中 你不是球员 但是人生当中 在遇到的高低起伏 然后呢 你要怎么样去证明自己 告诉自己可以 又不要勉强自己 我觉得这本书 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力量 今天非常谢谢小光 谢谢伊佩 你帮特大做的这本制作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我真的非常谢谢他 祝新书大卖 而且一定会大卖 谢谢 谢谢伊佩 谢谢 青天 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好的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相信今天节目 充满了正面的力量 其实利用恰哥 我们恰恰彭正明的故事 可以告诉自己 其实真的不要把自己 想得这么渺小 也不要把自己 想得这么伟大 因为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一步一脚印 才能够证明自己看到自己 好 别忘了